我們到了市區的南明河這裡 這邊是貴陽市南明區的鑄城廣場 對我來說也算是老城區的人民廣場吧 鑄城廣場的設計有好多竹子 竹子的形態讓我不禁想起了 貴陽有趣的歷史文化 還有豐富的竹文化內涵 我們今天來到竹城廣場 還是念鑄城廣場 這邊我第一次來 然後在十一假期收尾的時候 發現人潮其實沒有非常的多 本來想說要找一個好像人潮很多的地方 來了解一下到底貴陽人都去哪裡了 結果後來發現好像人也沒有很多 不過這個建築有點奇妙 請問這是一種樂器嗎 還是什麼竹子啊 蠻特別的一個設計 不過這個廣場呢 我覺得還是蠻有設計感的 因為有看到後面這個柱子嗎 後面這個柱子呢 我發現它上面是24節氣 不知道是有什麼意涵 非常的多 24節氣非常的多 非常的漂亮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非常的一個有造型的建築 再來就是我後面有一個非常漂亮的裝置藝術 就是來歡慶祖國 72週年的一個國慶 第一次來到貴陽的人民廣場 看到了那麼多以竹子為設計的裝置藝術 不禁讓我想起了貴陽簡稱住 是因為貴陽產了非常多的竹子 我慢慢思索著 鑄城廣場以24節氣為主題 透過竹子的形象來表現 大概也是體現了貴陽人 在一年24節氣當中的一個日常生活現象吧 果然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人民廣場 而且每一個城市的人民廣場都以這邊為中心 旁邊都是非常熱鬧的一些老城區 或者說旁邊都可以感受到 當地城市非常豐富的生活氣息 貴州的朋友告訴我 人民廣場旁邊有一個非常漂亮的賈秀樓 叫我一定要看看賈秀樓夜晚的風景非常的美麗 我們到了晚上等待到了賈秀樓漂亮的燈光秀 賈秀樓是在明代萬利26年間成立的 有喝甲挺秀之意 這裡也見證了貴陽整體發展的歷史 是貴陽文化發展的重要標誌 所以我們也稱它做貴陽第一樓 第一次體驗了賈秀樓周邊的一個夜景 覺得十分的美麗 重點是我覺得貴陽讓人感覺好乾淨喔 就是整個城市都非常的整潔 萬萬南銘河也不會在裡面看到有垃圾 古色古香的建築 突然讓我想起了可愛的台灣故鄉 在台南也有一個非常古色古香的赤坎樓 也是見證著台南浮城的一個發展的一個脈絡 就像是賈秀樓的歷史一樣 台南的赤坎樓也想起了當時河南人佔領了台灣 在台南浮城新建了赤坎樓 赤坎樓又稱普羅明哲城 在我這幾天慢慢感受貴陽生活氣息的同時 我超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情 在我走過大陸很多城市之後 我發現貴陽真是個特別的城市 因為大陸很多省份幾乎都禁止騎摩托車 我發現貴陽好多人好喜歡騎摩托車 真的是跟台灣好像喔 可是我不得不再講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整個貴陽市區的地下道這麼的多啊 就不能好好的走平面的斑馬線嗎 覺得為什麼每一次過馬路都要這麼的辛苦 主要是走了地下道以後就覺得自己的方向感不太好 每一次要從這一頭走到另外一頭都會迷路 十次大概有九次都走錯路 不過還是有一個值得誇獎的事情就是覺得走地下道也蠻有趣的 因為裡面好多逛的喔 就覺得逛起來也蠻開心的 而且如果遇到貴陽外面再下雨 裡面就不用一直成長感覺還蠻不錯的 在這幾天貴陽市區的旅遊非常的幸運 因為我們沒有遇到太多的下雨天 最後我想要跟各位來分享一個 我在貴陽最開心的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貴陽居然也有很好吃的甜品店也 重點是它實在是太難找了 我花了好久的時間好不容易才找到 你們有吃過這家甜品店嗎 雖然我沒有辦法在晚上喝咖啡跟喝茶因為會睡不著 但是它裡面的飲品確實也很有趣 不得不讓我覺得還是要來嘗嘗看 即便是冒著晚上睡不著的風險 這間甜品店裡面賣的東西非常的有趣 可以看到裡面有非常多的陶藝品 我這次吃的是海鹽荔枝甘露 還有葡萄冰茶 茶裡面的高山茶我覺得沒有台灣的好喝也 但是這個海鹽荔枝甘露甜品簡直是100分 最後優秀的甜品店讓我們畫下完美的貴陽旅行居點 糟糕這裡我想要偷偷吐槽一下 我覺得貴陽市的斑馬線它中間過馬路的時間為什麼都要這麼短呢 就是綠燈倒數的秒數非常的短 回過頭來剛才不是跟大家聊說我發現貴陽有很多摩托車 不是電瓶車是摩托車喔 我們就在這個大十字路這邊發現真的有好多摩托車唷 衛州之旅總算畫下完美的句點了 掰掰 掰掰